社主播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花莲市的中山路和重庆路口 而在记者的后方呢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次 花莲大地震非常严重的天王新大厦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是有非常多的救难人员是来到现场 而就在今天早上7点58分呢是发生了 瑞士规模7点20大地震 是从921大地震至今呢是最严重 发生最大的地震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由于从今天早上开始有 发生了60起不断的余震 那也因为余震不断呢附近的居民是纷纷的离开了建筑物 是到临近的空旷区域来做避难 那不过呢根据救难人员可以指出呢 天王新大厦呢是已经救出了22名民众呢 但仍有一名的康姓女子是仍然受困其中 而救难人员呢是出动了山猫以及怪手在全力搜救 但其实该名康姓女子原本已经离开建筑物 但后来呢是因为要救原宠物猫咪而冒险进入了建筑物当中 当该名女子进入后的30秒后又发生了余震 导致建筑物倾倒 以至于受困在建筑物当中 而稍早呢救难人员表示在建筑物一旁挖凿出一个洞 是可以看到康姓女子 不过就不过呢搜救人员呼喊要求回应 但该名的康姓女子是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而根据救难人员的稍早表示 目前是只有看到该名女子的头部以及上半身 而下半身呢仍卡在一楼的楼梯间 被封管压着 而并且呢现场是有大量的血击 救难人员表示呢目测是已经明显死亡 不过搜救人员是全力进行抢救 而其余获救的民众呢 是已经安排至邻近的中华国小 以及美文田径厂 还有德星运动厂等地来做安置 那根据目前的了解 天王星大厦呢是倾倒的状况 是已经倾倒了30度左右 而建筑物下方的摊线处呢 是持续扩大 而华链县府也与协力厂商增调了小拨块 要做接下来的拆除作业做预备 不过呢拆除作业还是要等到 受困的民众救出之后 才会开始进行 那以上是记者卡噪和罗欧带来现场的最新画面 而原始新闻呢 会持续为你掌握最新消息 将时间交给彭内主播